我们现在有两种疫苗可供选择 中国大陆上海开打最新一款军方研发的新冠疫苗 只要打一剂 之前还不知道这边有疫针啊 今天过来才听说这边有打疫针的吗 打疫针不是还简单方便吗 这款单剂的疫苗叫做康希诺疫苗 是解放军军科院研发 利用线病毒技术 也就是所谓的重组病毒载体 在打进人体之后产生免疫反应 感激重前会详细检查身体状况 询问一下你的身体身体情况啊 有没有就是说一些什么糖尿病啊 等等这些病之类的 然后追你问你最近的 有没有吃些海鲜啊 有没有喝酒之类的 可能觉得自己身体也不错 相比那个两针的 这个疫针的效果比那个比较好 但是副作用的话 是那个两针的比较小一点 这个会副作用稍微有点大 目前新冠疫苗技术分三大类 第一线病毒载体 除了录制的康希诺疫苗 还有英国AZ 美国强生跟俄罗斯疫苗 第二是灭活技术 包含大陆国药与北京核心疫苗 第三是核糖核酸 mRNA技术 是美国的BNT与莫德纳疫苗 一个线病毒载体的疫苗 它是直接是细胞免疫的 然后另一个那个两针的呢 是体液免疫 根据陆媒消息 官方下令 解放军全面接种 另外截至5月16号 全中国大陆一共接种了 4亿693.8万剂次 TV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 等你哦